Hello大家好,这里是阿浪 有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 前面阿浪做了那么多新内容 大宋周边各国都有提及 如吐蕃、西夏、大辽等 唯独天龙八部里描写篇幅最长的大理国 阿浪却几乎只字未提 其实不是阿浪不想跟大家展开说说大理 而是细细品味下来 大理国这里金庸先生埋下的伏笔太多了 在我们多数读者眼里 与世无争、国泰民安的大理国 其实远非表面上那么美好 大理国风调雨顺 背后暗藏的很可能是一段波影诡诀的权力斗争史 为什么阿浪会这么说呢 这里咱们还是从天龙八部原著中的一个人物出发 作为锚点 逐步展开这幅由大理段式数代帝王 共同参与绘制的历史画卷 阿浪选择的这个人物 是大理保定年间任镇南王的段正纯 可能基于天龙八部小说 和几版影视剧改编作品中的形象来论 大多数人对此人的印象 都着重在风流两个字上面 之前阿浪也曾一度认为 这位人凶可谓假风流挣扎男 同时也是天龙八部原著中 爹坑儿子的典型之一 毕竟纵观金庸十五部小说 估计也只有段正纯一人能做到 让自己儿子 所有义中人都变成亲妹妹这种壮举了 经书第一风流课非段王爷莫属 当然这个是后来被证实是个乌龙 是因为段正纯原配妻子刀白凤 不满他有了自己这般娇妻 还要出去找野女人 一生气自己也出去找野男人交换 谁知道一发入魂才有了段玉 看看什么叫善恶到头终有报啊 咱们男士应当引以为戒啊 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 可能很多读者以为段正纯 纯粹是因为喜欢美女才有如此作为的 毕竟小说里出场包括擅长易容的 阮心竹 修罗刀 秦红棉 和其师妹 俏要叉 甘宝宝 王夫人 李清罗 马夫人 康敏在内 段正纯的这五位情妇都是大美女 而相比之下 段正纯原配夫人刀白凤长这样 但是阿浪想提醒大家 虽然咱们看了好几版影视剧改编版里 刀白凤可能都不甚经验 但是在原著小说里 刀白凤可是个十足的美女啊 美到什么程度呢 原著里描述她人到中年 虽徐娘半老 但仍风韵犹存 段玉与娘亲热 竟让不明真相的穆婉青 以为段玉布了她爹的后尘 大吃其醋 哎 这段正纯有什么好的 风流薄性的 怎么就能吸引这么多美女 尚感着喜欢她呢 那么多情妇居然全是美女 大美女啊 真真是可恨至极啊 日常酸下段王爷 大家别介意啊 毕竟身为男生 想想自己再想想人家 阿浪只觉得封建帝国主义的 铜售细细扑面而来 呛得人眼泪止不住啊 说回正题 天龙八不理 段正纯这个人 如果咱们摘掉那些基于自身立场 强加在他身上那些固有印象标签 从纯理性和逻辑角度出发 就看待他和他的一些系列行为的话 会发现这个人很多行为 其细究下来有很严重的漏洞 或者说让人疑惑的地方 比如我们都知道 段正纯风流成性 四处招惹情债 前面光出场的情妇就有五位 没出场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但我们是否注意到 段正纯招惹这几位情妇的时间节点 居然非常集中 具体集中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回想一下 原著小说里 段正纯与几位情妇所生的女儿 她们的年龄如何 以出场时为准 阿浪这里粗略统计一下 钟灵 甘宝宝之女16岁 慕婉清 秦红眠之女18岁 阿珠 阮兴竹之女17岁 阿子 阮兴竹之女15岁 王宇燕 李清罗之女 书中未明确显明年纪 结合慕容妇年纪28岁 大致推论应在18岁 考虑到女子需十月怀胎产子 大致算一年时间 那么段正纯可以说是 在短短两到三年时间内 先后跟这五名美貌情妇 留下了爱的种子 不得不说啊 段王爷追女人真有一手 要知道段正纯这几个情妇 可都不是一般女子 比如阮兴竹出自某个 善易容术的家族 是大家闺秀 秦红眠和甘宝宝是师姐妹 有师臣 在江湖上也是有自己的名号的 李清罗更不用说 小派乌鸦子和李秋水的女儿 连康明我们知道 都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理解为 段正纯育女有数 但咱们不能忽略的 另一个问题是 除了上面提及的这五位情妇 原著小说里 再没出现过段正纯其他的情妇 也就是说 在那两到三年 种马发情般的疯狂之后 段正纯竟然没有再找新的情妇 这点就完全不正常 一个风流成性的人 是什么让他不再对美女感兴趣呢 虚知当时的段正纯 可并不知道段玉 不是自己亲生儿子哦 他的人生还跟以前一样 没经历什么大便 既然说到了段玉 那咱们就从段玉入手 来扒一扒 刀白凤和段正纯的往事纠葛 正好可以探究一下 段正纯这两到三年风流运势 究竟有什么底层原因 天龙八部里出场时段玉的年龄 是19岁 所以我们才会说 他后面遇到的钟灵 穆婉青等人是他妹妹 并且后来也出现了剧情反转 段玉母亲 刀白凤亲自说明 段玉不是段正纯亲儿子 而是段延庆的儿子 从天龙八部剧情我们知道 刀白凤之所以会跟段延庆私通 根本原因就是段正纯 不停出去找野女人伤了她的心 这就是为什么 刀白凤跟秦宏敏等人像有仇一样 见面就掐 还暗措措想搞死对方 典型的原配与小三之间的 婚姻保卫战形成矛盾 另外 语言书中 刀白凤亲口表示 段玉的出生日期是 大理保定二年 归害11月23日 1083年 注意这里的时间 保定二年 即保定地登基为地的两年之后 也就是说 刀白凤跟段延庆私通时间 是在保定一年 怀孕到生下段玉 需要约一年 跟上面同理 以此我们可以推断 段正纯在外面四处乱搞 招惹了野女人的时间 最少在保定一年之前 即保定地登基为地前后 那么段正纯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哥哥刚当皇帝 政务繁忙 正需要人帮忙的时候 他跑出去玩女人 是因为皇帝没给他 心有不愤 自暴自弃吗 我们从后面剧情里 保定地明确表示 把皇位让给段正纯 他反而推脱 以及段正纯和保定地兄弟和睦 保定地视段玉如青子一般 这点可以推断 真相显然不是这样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大家想想 考虑到保定地段正明 跟段正纯年纪相差不大 那么如果当时皇位继承人未定 即段正明段正纯 都有可能继位大宝 而段正纯在这时候离开 到江湖上浪 还四处留情 把自己名声搞臭 这时王妃刀白凤都知道了 大理内部执道的人 肯定不少了 他是不是就直接丧失了 继承资格呢 这样皇位自然 就直接落到了段正明的身上了 我明白了 难道这竟然是一出 恐戎让离的戏码 段正纯不想当皇帝 于是故意给自己制造差评 引导舆论 转向哥哥段正明那边 让他顺利登基 真相竟是这样吗 要真如此 那就太好了 因为以此推论后面剧情的话 保定地段正明 感念弟弟段正纯让位之恩 一直想找机会 把皇位还给段正纯 还曾明确表示 别说自己没有子嗣 就是有也会把皇位 让给皇帝段正纯 正好跟原著剧情接上 而且没有勾心斗角 没有政治斗争 只有兄弟间有爱互助 抱团取暖 多好的一对兄弟 自古以来 皇室成员为了皇位 抢破头打生打死 他们俩却一反常态 全都无心皇位 想着让出去 想想这是一幅 多么美好的画面 都快给人看哭了 但是这种美好的东西 也只能存在于想象中了 因为真实的情况 很可能远比这残酷的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在旧版天龙八部里面 段宇被段延庆下药 保定帝段正明带人去救 那段剧情中 出场人物除了保定帝和段正纯 段延庆 还有一人 名叫高生泰 段宇称呼他为高叔叔 这个高生泰究竟是何许人呢 如果你只看过改编影视剧 或者新版新修版天龙八部 估计都不会对这个人有印象 因为新版修改时 金庸把这个人物从天龙八部里删除了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对怎么探究段正纯 种马发情事件的真相 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来看原文描写 在旧版天龙八部里 金庸设定高氏世代辅佐 大理段氏 这里原文中出现的高智生 是高生泰的父亲 他因为诛灭谋朝篡位的奸臣 杨义珍有功 受到封赏 而到了高生泰这里 任善产侯 掌管一方 也就是说 在旧版天龙八部里 金庸对高生泰的设定时 保定帝段正明的忠实臣子 兼狗腿 但因为我们知道 金庸早期作品大多有一个特点 他一直有意避开 对一个皇朝内部权力争斗的 直接描写 手段包括弱化冲突 或者简单带过等 好让小说主线剧情 更侧重于江湖 在这里 金庸做了个什么事呢 大家去查查真实历史上的 大理历代传承 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是 真实历史上的高生泰 根本不是什么 任劳任怨的狗腿侯爷 而是掌管实际大权的相国大人 并且他也不是 保定帝的什么朋友 历史上他亲自废除 无能婚会的保定帝段正明 自己尚未当了大理皇帝 虽然没做几年就死了 并且金庸设定下 世代辅佐段氏的高氏 真实情话却是手握实权 一手遮天 架空段氏历代皇帝 200亿年的终极大反派 他们高氏才是历史上 大理国的真正掌控者 金庸这里在写大理的时候 虽然很多设定 全都沿用了历史上真实的大理 比如开国皇帝段思平 比如保定帝段正明 比如段正纯 怕老婆这点也完美沿用 历史上真实的段正纯 的确怕老婆 甚至段玉都有真实历史人物原型 但因为历史上 北宋年间大理的真实情况 简直不要太乱 高氏操控朝野 段氏昏馈无能 所以金庸适当弱化了 其内部权力斗争 这就是我们在天龙八部中 看到的所谓偏居一语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大理国之真相 跑开金庸刻意塑造的美好 竟是些世俗王朝 勾心斗角权力制衡的真实 说到这里 阿朗突然有一种想法 如果我们不从金庸设定 这条线出发 而是从高氏祸乱 大理朝纲 段氏历代君主积极反抗 权力斗争下的 个体人物命运 这条线出发 来推断天龙八部大理篇 故事的发展会如何呢 基于这条线下来的话 段正纯跟段正明之间 就不是什么恐龙让离了 须知当时 具有话语权的是高氏 高生太的父亲高智生 他想让谁当皇帝 就让谁当皇帝 那么段正明搞错自己 以及后来段正明 故意不续子嗣 多次表达禅谓意愿 就能解释了 他们谁都不想 当这个傀儡皇帝 根本不是什么 兄友帝公 他们兄弟二人 都在竭力逃避高氏的操控 然而 整个大理 都在人家的掌控之下 能躲到哪里去呢 其实还是有地方可以躲的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段正明之前的傀儡皇帝 上明帝段寿辉 做了什么事情 他当了一年皇帝 就不当了 躲进了天龙寺 有没有想到什么 是的 天龙寺就是段氏皇帝 最后的庇护所 阿浪知道 这时候肯定有很多人 要问一句凭什么了 凭六脉神剑呢 至于阿浪这样说的原因 涉及到大理国 自开国皇帝段思平死后 其子段思英 开始的混乱传承时 以及大理国皇帝 避位为僧底层的秘密 其关键 便在大理国树代皇帝 避位为僧这件事情上 这么多段家人 好好的皇帝不当 跑去当和尚 不奇怪吗 并且 如果是一开始 就去当了和尚 倒也没什么 但是段氏很多皇帝 是当了几年 又不想当了 然后就撂挑子 不干出家当和尚了 这就怎么都说不通了 真不把做皇帝 当回事啊 当过家家呢 想不干就不干 回到前面阿浪说的 这件事阿浪感觉 若用阴谋论角度推算 可能更能说得通一些 至于为何这样说 持续关注阿浪 且听阿浪下期分解